今天加好刷爆来到了一家超人气日本料理店 店内店外满满的人潮 就知道这里的料理有多么好吃了 听说店内还有好几道限量的美味料理呢 赶快来请老板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招牌二拿海鲜丼 最主要是一只很大只的腌脂虾 然后腌脂虾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每天限量大概三到五碗 里面是用一些生鱼片然后血脂干贝 每天当日的食材组成的 我们把这个虾头拿下来去烤 是烤它的虾膏跟饭 然后会有香气 因为生的虾子大家比较不敢吃头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想说把它变成熟的 所以把它拆下来拿去烤 对啊塞饭让米去吸收那个虾膏的香味 寿司这是我们的八罐厚切寿司 就是鱼肉比较厚 然后海鲜多一点然后饭少一点 每天限量的烤鲑鱼头 一天大概七到八份 CP值蛮高的就是肉很多 你们是第一次来饭 第一次 等多久 这样子是 应该有半小时吧 它这边的寿司还有鲑鱼头都很好吃 必点的就是那个味噌汤也很棒 客人这么多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而老板又为什么要开日本料理店呢 别急别急 就请老板马上来告诉我们原因吧 就是我们两到三天就去一次 基隆看吗 对对我们自己去买 有的是空运的日本食材 新鲜 最主要是新鲜 然后卖的速度要快 就是尽量新鲜的东西两三天 就到客人的嘴巴 还是希望把好的东西给客人 然后把它新鲜的吃掉 现在的人讲求吃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对啊 想说呈现料理的方式就是 比较简单的调味 以清淡为主 所以才想说来做日本料理 日本料理冬天比较没有人吃 因为比较冷大家都吃火锅比较多 可是日本料理冬天的鱼比较好吃 因为比较有油脂 看完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有感受到老板为了客人 而对食材鲜度的坚持呢 那么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 请按赞分享 赶快和朋友一起来吃日本料理吧